由柏光山慈悲基金會董事長依來法師代表 捐贈一部駕值近300萬年的救護車 還有300個災災警告器 由縣長臨時廟帶為接受 同時也回贈感謝狀跟紀念品給柏光山 首先頒發感謝狀 佛光山表示遵循新雲大事的開示 期盼大眾日行一散 尤其消防人員站在第一線守護生命財產安全 所以佛光山願意做精神後盾來支持 而縣長臨致廟則是代表全縣 感謝佛光山的慈悲付出 每一個人每天都要行善 這是我們做人的本分 尤其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尤其是我們今天在座的消防人員 你們的這種救護眾生 哪裡有苦難哪裡有火災 你們都是跑第一線 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生命的危險 我相信這個是最令人敬佩的 而我們也曉得我們佛光人永遠都是站在第一線上面來給我們精神鼓舞 那這個也是大師一向的精神 發揮了這個慈悲的功能 讓社會更和諧更溫馨 那今天這個散舉呢 宜蘭縣政府之廟代表宜蘭館民 45萬3千5百的人 來感謝佛光山 來讓別的宜蘭法師 還有我們的星雲法師 還有我們的捷來法師 謝謝 救護車未來將提供宜蘭市消防分隊救護使用 至於火災警報器則是優先分配給縣內的弱勢團體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我們現在是最會的三軍的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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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